針對今天媒體報宅對於駿魚的集貨廠相關事件的原有 在此向我們關心的朋友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這個建築物是在2002年依照農委會的福利農村計畫 來申請興建的一個集貨廠 並無償提供給產銷班作為使用10年的期限 那後來因為養桃產業的沒落,產銷班也解散了 依原計畫規定10年後使用權歸經營人所有 絕非拿政府的補助款來蓋自用住宅的情勢 第二點,這個建築物是合法申請的農業設施 這張是它的使用執照 本來就要做農業設施的使用 但是因為這個產銷班解散後 已無再做農業設施的必要 第三點就是屋後的雨遮還有屋前的硬鋪面賽場 在2015年,縣政府罰款6萬級列管 那現在已經完全拆除違章的部分 並逃除完畢 未來我也會向縣政府提出解除列管 第四,就針對這筆土地 實際坪數有893坪 本來就可以申請這個興建農舍 但是均於為了符合我們相關的法令 所以在農業設施的部分 2016年就開始申請改建農舍 這是當時送建的文函 陸陸續續也都在送建當中 可是在這個過程是沒有獲得核准 也因為當時有這個居住的需求 班軍居住 那現在已經全部都簽出了 做了不好的示範 俊宇在此 鄭重的向社會大眾致歉